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图表在哪些方面可以提供无障碍的优化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Patch E-Charts 这是一个在MP上每周下载量50万的图表库 包含近20多种图表的类型 对于特殊的图表还能通过其强大的自定义系列实现图表的定制 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可视化需求 基于Canvas和SVG的双引擎渲染可以实现一键切换 增量渲染和流失加载技术可以实现在网页上的千万级数据的流畅交互 强大而应用简单的动画效果 也使它能够在可视化领域独树一致 开发者可以很方便地使用它来创造一些酷炫的可视化作品 在介绍完题目中的Party eCharts之后 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题目中的另一个关键词 无障碍 W3C的无障碍赴互联网应用标准 定义了使得网页内容和网页应用 对有残疾的人士更友好的访问方式 并且提到尤其是指依赖毒品器 以及无法使用鼠标的用户 在英文原文中这里的残障人士用的是disabilities 其含义并不局限于是身体有残疾的人 比如说有一些视力模糊 色盲色弱 手控制不住的抖 这类人群都算在内 甚至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 比如说没有鼠标键盘 或者手指比较粗 使用触摸屏的时候 无法精准点击等等场景 都是无障碍设计时候需要考虑的 所以针对这些场景 如何为需要帮助的人士 提供更好的访问体验 就是eCharts想要改进的设计 当我们说起可视化这个词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的人反映会是 用图表信息图这样的一类形式 去表达数据 让用户对数字有更直观的理解 但其实可视化的范畴 并不局限在看得见的设计上 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了解一下 Apache Echarts 在哪些看不见的方向 也做了优化处理 让更多的人能够平等 无障碍的理解数据 就使用Apache Echarts 这样的图表场景而言 我们很容易第一联想到的就是 怎样用文字去描述一个图表的内容 在W3C标准中定义了AIRLABEL 这个DOM属性 像表示段落的P或者表示标题的H1H2等等 它们的DOM内的文字 本身就可以被读评器识别 而对于一些本身没有文字内容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Input 就可以用AIRLABEL这个属性 为某个DOM节点指定这个节点的内容 读评器或者像苹果操作系统的 VoiceOver之类的软件 就能够通过朗读这一类的标签 让视力有障碍的人了解到屏幕的内容 eCharts使用Canvas或者SEG进行渲染 所以理论上开发者可以为每个图表指定内容 但对于这个动态数据图表来说 开发者可能会比较头疼 所以eCharts在内部做了实现 开发者只需要简单的开启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饼图 eCharts会生成如图片下方展示的这段 文字描述 其中包含了系列名称 图表类型 数据名称 数据值 这些信息 不同类型的图表生成的模板是不同的 比如说饼图一般数据量比较小 朗读出具体的数据可能就是比较有用的 但是对于数据比较多的折线图和散点图而言 把每个数据单独读出来是意义不大的 更重要的是整体数据的趋势或者说结论 所以eCharts提供的接口既保证了方便性 用户也可以通过enable的这个配置项一键开启 又能够对于有定制需求的场景灵活的由开发者去决定图表的描述 我们提供了模板配置项 用户可以通过分配诸如有标签和没有标签的情况下 分别生成什么样的模板 灵活地指定不同图表的描述 除了模板之外还提供了Description这个配置项 如果开发者想要完全传入自己的图表描述 也可以通过这个配置项做到完整的替换 在图表中我们通常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数据 但是对于色盲色弱来说 即使使用了不同明度的颜色之后 颜色也并不总是很好区分 另外像水墨屏或者说报纸这些不支持彩色的媒介上 只能使用不同明度的灰色来区分数据 对于这样的场景 eCharts提供了贴花图案的功能 默认会为不同的数据分配不同的贴花 就和默认分配的颜色一样 不需要开发者额外的配置就能得到 而如果开发者希望生成特定的图案 也可以通过配置项灵活的生成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的Dash Array X and Y 它指的是通过像SVG Dash Offset的接口设计一样 使开发者可以方便地定义循环的样式 从而实现丰富的贴花效果 这些生成的贴花会和系列的颜色进行叠加 得到更加大的区分度的效果 那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去介绍 这一项技术为什么叫贴花 其实贴花最早是一种工业技术 指的是像塑料布料纸张等等这样的一些材质 附加到某一个表面的技术 后来三维渲染中借鉴了这个概念 尤其是在游戏中应用广泛 就是在原本的材质之上再贴一层图案 我们觉得这个概念和将纹理叠加上 系列本身的颜色的本质是相通的 所以在eChats中我们再次借鉴了贴花这个概念 除了上面介绍的为图表提供更好的无障碍体验之外 贴花图案还能用于报纸 书籍 水墨屏之类只有单色或者较少颜色的媒介 用于区分数据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黑白两色 就能清楚的区分多个系列 让我们在报纸书籍中也可以清楚的理解图表内容 另一方面因为eChats的贴花可以支持自定义的图案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对不同的数据 使用相应的图案作为贴花 帮助读者更直观的理解数据 比如说这个例子中就用了不同的水果图案 作为对应数据的贴花 可以让看到图表的人在第一时间 就能快速的理解数据 这里的图案传入的是SVG路径 当然你可以指定自定义的图片作为贴花图案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增强 是我们正在为eChats增强的功能 目前PR还在review阶段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比较小的可交互元素 比如说左上角的图例 点击之后可以隐藏或者显示一个系列 右上角的工具箱有一些缩放下载之类的按钮 底部的数据缩放组件 有左右两个可以改变数据显示范围的拖动条 像这样一些比较小的元素在电脑端交互的时候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到了移动端设备 就需要触摸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是会因为不能准确的触摸到目标对象 而产生一些非预期的效果 从技术角度看 可能第一眼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就是为图形增加一个长和宽就可以了 但是事实上画面中的图案可能会有一些不规则的图形 如果只是简单的扩大其包围核的话 很容易就会出现遮蔽其他周围内容的图案 从而计算出交互元素 从而计算出的交互就不符合预期 另外如果触摸点附近有很多图形 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最近的元素是哪一个 Echar子底层的渲染器Z-Render 拥有所有需要渲染的图形的列表 我们可以从触摸位置为原型 依次向外扩展区域 判断元素是否与其相交 也就是两层循环 第一层逐渐增加半径 第二层逐渐改变角度 直到找到有一个相交的元素 在这里判断相交性的时候 也不能用AABB的包围核 否则就会错误地得到月牙型更接近的结论 这和视觉上是不相符的 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图形去精确计算入境去得到最终的结果 那由于我们事先剔除了和鼠标距离超过一定范围的图形 所以在循环中判断的图形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一般可能也就10个以内 所以整个性能方面还是没有受到可以感知到的影响的 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增加图标可交互元素范围的这种效果 那这一功能对于移动端是默认开启的 但是开发者如果认为非移动场景也有这个需求 那也是可以强势开启的 默认我们采用W3C标准的44像素作为元素的扩大范围 如果有定制这个大小的需求 也可以自由地进行修改 除了以上介绍的图表描述 贴花增加响应范围之外 EChats第四个提供的无障碍优化 是提供了一个高对比度模式 那高对比度模式看起来比较赖眼睛 不过这种使用更强的饱和的配色 以及更大明度的区分 就可以让色蠻和色弱对系列有一个更好的区分 那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开发场景 开发者可以选择将高对比度模式作为一种备选项 允许有视觉障碍的用户开启来增加对数据的区分 以上我们介绍了PatchEChats在无障碍设计的四个优化 分别是自动生成的文字描述 作为辅助颜色区分数据的贴花图案 增加移动场景下元素的响应范围 以及高对比度模式 无障碍设计服务的人群比例可能是少数 但是当你的用户群体基数很大的时候 再小的比例从绝对人数上也可能就会变得很多 所以重视无障碍设计 对EChats这样一个用户量很大的可视化库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分享主题主要是围绕图表的无障碍设计 但其实这在EChats的细节设计中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 很多可能我们看起来都实现的差不多的效果 由于EChats有很大的用户基数 经过九年时间的不断迭代 很多细节和功能都在不断的完善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在EChats的官网我们还能看到更多更丰富的图表实力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官网了解更多 感谢观看